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九十一集 周老爷子目光犀利 他还特别公道 夏小兰没办法拒绝这种要求 介绍自己 其实周仪他们发难的点也没错 他的确是玉南省农村的嘛 就是家里恶劣的经济情况 随着他的努力改变了 如果在几个月前 周成将他带回家 夏小兰纵有一腔雄心壮志 却拿不出一点实锤来证明自己 那种情况一定是最糟糕的 夏小兰不由看向周成 这是最恰当的时间点 周成早就做好打算了吧 周成想说话 夏小兰摇摇头 这种时候 当然要由他自己来说 嘟嘟 外面响起了两声喇叭 光慧娥心想 这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他还等着夏小兰说出个什么来 周老爷子的眼光最毒辣的 他也觉得夏小兰和之前想象的不太像 那种违和感让光慧娥觉得不对劲 偏偏这时候 周国斌下班了 光慧娥跑去开门 周国斌拿着公文包回来 司机都不明白 今天领导在北戴河有个会议 本来是要在北戴河住一晚的 住宿都安排好了 领导非要赶回来 周国斌能不回来吗 周成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 本就是见父母 他要是不出现 对女孩子就太不重视了 女孩子年纪比周成还小呢 心里会因此多想也不奇怪 周国斌在玄关处 就瞧见客厅隐隐绰绰的做了好些人 嗯 爸妈都来了 还有你家两个妹妹 回头我再跟你解释 光慧娥一句话带过现在的情况 周国斌已经瞧见了 沙发旁边站着的红衣女孩 这孩子长得倒是真好 难怪周成会喜欢 不过周成也不是那种 只喜欢长相的人 要是仅仅长得好看 周成会处对象 但不会往家里带 自己儿子办事是什么风格 周国斌能拿准七八分 周成必然是很有把握 这个女孩子会获得家人的认可 才在这种时候带回家 小兰 这是我爸爸 爸 这是我女朋友 夏小兰 周叔叔 周国斌摆摆手 你好 快请坐 你们刚才聊到哪了 是不是我回来把你们的聊天打断了 周成小姑笑着点头 那可不是 刚刚咱爸正要叫小兰介绍下自己 二哥你回来得巧 一起听听吧 小姑和小姑父都比较老实 或者说比较聪明 周奶奶虽然叫他们来看孙媳妇 那周成找个啥样的对象 二哥二嫂都没反对 轮得到他这个当小姑的管吗 周国斌顿时来了兴趣 他找了个位置坐下 周家人都瞧着夏小兰 有善意的像周奶奶 有中间派的像周小姑 当然也有质疑的 周成心里憋着火呀 夏小兰偏偏不许她发作 周老爷子的态度很尊重人 夏小兰没觉得被羞辱 介绍一下自己 就当是面试了 周爷爷让我介绍一下自己 那我就说说吧 我出生在玉南省安庆县 下面的一个小村子 小时候不懂事 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初中毕业就没念书了 后来家里发生了一些事 我就跟着母亲离开了原来的家 搬到了舅舅家 这不是寄人篱下吗 我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混日子 国家改革开放了 我就想试试自己做点小生意 周姨闪烁着眼神 什么叫跟着母亲离开原来的家 不会是她想的那样吧 夏小兰是不是疯了 谁第一次见南方家人 把自己父母离婚的事都拿出来说 夏小兰自然看见了周家人眼中的诧异 她并不是傻 而是觉得自己家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 离婚不是刘芬的错 有啥见不得人的 周成站到了夏小兰的身后 将手放在她肩膀上 给予她自己的支持 夏小兰挺无所谓 马上就说到关键地方了 做生意的时候遇到流氓骚扰 周成救了我 帮我把流氓送到了派出所 我俩就是这样认识的 做生意赚到点钱 我就想着继续下学业 不仅是提升学历 也是为了学一些新东西 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参加了县城高中的插班考试 准备了几个月 七月初的时候 参加了今年的高考 然后夏小兰一顿 后面的话从自己嘴里说出来 好像是装逼一样 她还指望着周成会接着说 一直当隐形人的小姑父 忽然啊了一声 你是夏小兰对不对 欲难舍的夏小兰 周小姑掐了丈夫一把 不是说好要当隐形人吗 这个时候抽啥风 夏小兰早介绍过自己的名字 籍贯也说得清清楚楚 还需要她多嘴重复吗 小姑父情绪挺激动 她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工作 职务嘛 在周家很不起眼 平时也习惯了当隐形人 发展规划司 是制定全国教育事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的 负责统计全国教育基本信息 然后分析这些信息 还负责拟定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 每年的高考情况 不完全归小姑父所在的发展规划司管 可也离不开这个机构啊 小姑父之前就觉得 夏小兰这名字挺熟 之前是没想到那里去 现在夏小兰仔细介绍了一下自己 小姑父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她不仅打断了夏小兰的话 还激动地从位置上站起来 越南省凤贤市 安强一中 夏小兰 夏小兰 是不是你 夏小兰点点头 小姑父 这是咋回事啊 和见到偶像的粉丝一样 夏小兰隐隐猜到点 又觉得 不会那么巧吧 小姑父挥动着手臂 忽然指着周仪 你为难她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她有多优秀 全国一百多万考生 她的总分 是全国第三 玉南省的理科状元嘛 高考是616分 我记得 报考了清华大学 这肯定是要录取的 不录取 一定是招生工作出了错 小兰 你和全国状元 只差了四分 小姑父的语气中 带着浓浓的惋惜 今年的高考 全国总状元 是620分 榜眼是617分 叛花就是夏小兰了 总分616分 一百多万考生 参加的考试 难度 可不比旧社会的科举低 夏小兰这个 叹花是当之无愧的 再结合她去年 才插班念高三的经历 小姑父觉得 那四分的差距 其实是无限小的 全国状元 可不是英介生 用在复习上的时间 就比夏小兰多呀 小姑父这话 可直接让周成以外的 周家人 全部傻眼 周姨呢 可可爸爸 小姑父 您是不是弄错了 这样的阶悦 倒入 可其实是 不在乱 要不在乱